还有两天才可以看到周深的节目 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真的是一个太漫长的等待 如果说等待是另一种痛苦的话 那么看一看周深各式各样的获奖花名册 也许是一个很不错的缓解痛苦的方法 今天我们就小小的缓解一下 最近有很多关于选秀节目的话题 今年跟晚年也很相似 又到了爱奇艺大战俄产的时刻了 也就是青春有你和创造营之间的PK 遥望去年的青春有你2和创造营2020 在热度上是真的很高 双方也是杀得难解难分 最后选出的女团也是当下大热的团体 不过到了今年新一季的青春有你和创造营 在质量上都有所下降 但不变的是他们依然在处处交锋 如果单从最近的几期节目来看 创造营2021相对于青春有你3而言 在热度上还是要更高一些的 而在创造营2021中 热度更高一些的还是周深了 根据微博对当下选秀节目的数据统计 截止到3月8日 在神仙选手舞台中 周深和创造营2021的学员安迪和尚的 乌克兰语歌曲《河流》 获得了榜单的第一名 而在神仙导师舞台中 周深凭借自己在创造营2021舞台上演绎的歌曲 自己摁门链自己听 同样也获得了第一名 在另外一个名为寻异的榜异中 周深加盟的创造营2021 连续两天获得了网络综播放指数的第一名 同样是寻异榜单 周深通过歌曲演绎的电视剧 锦刑四域获得了网络播放指数的第一名 善言富获得了第六名 比较有意思的是 还是在寻异榜单 周深还获得了艺人新媒体指数当日冠军 小编好像是第二次看到周深魏的第一了 通过今天的数据 我们可以得知 周深在热播综艺 热播综艺的歌曲舞台 热播电视剧和艺人指数等方面 都获得了第一名 周深在影视 综艺 歌曲舞台三方面都拿到了第一名 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三连呢 今天还看到一个热搜 代表称年轻偶像不要迷失自我 这句话来自全国人大代表歌唱家廖昌永 他在参加两会期间谈到了 面对一夜爆红 艺人要保持清醒 不要迷失自我 艺人要严格要求自己 提高专业水平 真心敬畏艺术 艺人只爱自己不爱观众的时候 就是观众离开的时候 周深的大火是不迷失自己的大火 周深做到了对艺术的敬畏 严格要求自己 希望周深能够走得更好 你是如何看待周深的三连第一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精神更新